主任 主任 有事 我找你结账来了 今天我又抓了 七个轮人垃圾的人 这些照片我都拍下来了 这是名字 我可找不开啊 欠着吧 我苗大帝从不欠账 你这么着 回头我再抓仨给你怼上 行 主任 你村里这么多垃圾桶 我能去别地儿抓吗 能啊 你是统长 咱村所有垃圾桶 都归你领导 你只要发现有人乱扔垃圾 你得立马把它系下来 抓一个一块五行吗 一块 一块 一块也挺好 反正比在地里干活轻松 走了 别动 别动 苗哥你干啥呢 你说我干啥呢 不知道村里填垃圾桶啊 不知道村里现在禁止乱扔垃圾啊 我这不正要往垃圾桶里扔呢吗 蒙谁呢你 垃圾桶在那儿 你朝哪扔呢 苗哥 你干啥老跟我过不去啊 谁跟你过不去了 我现在是咱们享堂山的统长 专管乱扔垃圾 统长 对 你姐夫亲自认命的 别跟我废话 赶紧把垃圾桶扔着去 你要这么说话 我可就不爱听了啊 我在我自己家门口 我愿往哪儿扔就往哪儿扔 跟我犯横是吧 苗哥我告诉你 你别欺人太甚 我现在可就有点急了啊 你别忘了 我是咱们村里应急小分队的成员 我会亲拿 那咱俩就比活比活 你要是能把我撂躺下 你超市所有的垃圾我给你包了 这可是你说的 来 来就来 动 再动 服吗 不服 来 再来 来就来 服了 我去把垃圾扔了 我扔到垃圾桶里 我 Не 给我来 这 看啊 这 我去把垃圾扔了 看 你不 secret 这就好啊 啊 我去 goo了吗 我去看这么多的食べ物啊 你喝心水晒了吗 我喝了 喝了 主任 咱们开会吧 好 应急小温队虽然说成立了 训练情况也不错 但是咱们村的民生问题 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水泥厂和鸭厂已经关了 咱们村的耕地也不富裕 还有一些地种不了 那么如何让老百姓 吃饱饭 吃好饭 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最迫切的问题 据我了解 咱们村现在已经有好几家人 准备出去打工了 不出去哪行啊 人家也得赚钱吃饭啊 我回村的目的 就是要发展咱们想堂山 如果因为我做的事 大家离开了 那就违背了我回来的初衷 可现在眼睁睁地看着大家 没啥事可干 现在就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主任 您想怎么解决 招商引资 招商引资 对 把有实力的企业和公司 引到咱们想堂山来 帮咱们一起支付 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事 没错 光靠咱们自己努力不行 咱们得借力打力 大家也都想一想 身边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资源 还有关系 谁要能给咱们想堂山 拉来资金 村委会重重有赏 主任 那我一会儿给我爸打个电话 我看看他那边 能不能有什么资源 我们村委会一定会给 最优惠的政策 但是有个前提 如果对咱们村有污染 或者有负面影响的企业 给咱们再多钱 都不能让他进入想堂山 明白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给咱们村 做了一个远景规划 我要把咱们村打造成一个 以旅游为主 其他产业为辅的田园综合体 而这个水镇 就是综合体的核心 小亮 不行啊 青山 也没那实力 爸 你说啥呢 没事 吃饭了 他丢了魂似的 都要过啥呢 向前说 要招商引资 我正琢磨琢磨 咱们家有没有有钱的亲戚呢 咱们家那些亲戚 过得还不是咱们的 对了 我记得你北京有个表姐夫 是不是混得还不错 还不错 不愁吃不愁喝的 那你联一联系 让他来咱们村投点资 十年之后我跟他商量商量 十年 那黄瓜菜都凉了 你现在就联系 我咋联系呀 住哪个监狱我都不知道 进去了 都进去好几年了 我说不愁吃不愁喝呢 态一波 来点歇会儿 哎 杰哥 那个是什么塔呀 那是啊 那是颂塔 旁边就是尝的寺 距今得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咱们下山的时候到里边看看 真想不到 咱们享堂山还有这种地方呢 咱享堂山好看的地方还多着呢 杰哥 这条路是什么时候铺的呀 这条路还是老主人在位的时候修的呢 当时村里也想发展旅游 一呢 没有钱 二呢 也不知道怎么弄 干了一段时间就拉倒了 也是 光是铺路啊就是个大工程 就修了这一截 前面就是山路了 也不好走了 真好看 山顶上的风景更好看 是吗 杰哥 你在这站着 我给你拍张照片 给我照相啊 来 等一下 我摆个造型 一 二 三 走 走 走 我看看行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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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